今天最鲜嫩的食材呢 吃这种菜最好的做法就是白桌 远之原味 清香脆嫩 把芦笋从中间切开 根茎的地方出线味比较多 用削皮刀刮一刮 吃的口感更好 大葱破开 去除里面的硬心 再切成细丝 青椒去除里面的羊 也切成丝 再切一些红椒丝 一起用清水泡上 清香脆丝和葱丝都是为了搭配颜色 浸泡是为了防止脱水 影响脉象 接着我们把芦笋焯下水 焯水的时候加一点食盐增加底味 淋入植物油锁住营养保持色泽 水烧开以后 先放入芦笋镜 煮一分半钟 芦笋断生反清以后捞出来 再放入芦笋头 基于煮一分钟 因为芦笋镜和头的成熟度不一致 这样要分开煮 煮熟以后也捞出来备用 然后把芦笋镜摆放在盘底 剩余的摆放在上面 再用胡萝卜片点缀一下 淋上蒸芋汁油 放上青椒丝和葱丝 浇到200度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就可以上桌使用了 少为一摆盘 简单